图书館監視器拍下 女廁走廊上 两名男女在拉扯 因为这名男子涉嫌 趁着被害女子上厕所的时候 躲在隔壁偷拍 手机的拍照声惊动了被害女子 吓得女生当场尖叫 理性嫌疑人就尾随 尾随我们真性的被害人 进入厕所 当我们的真性被害人 站住厕所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智慧手机进行偷拍 被害人发现以后 被害人大尖叫 警方表示这名偷拍之狼 是名送货员 因为一时兴起而持手机 偷拍女生上厕所 遭到偷拍的女生 当时勇敢地抢下色狼的手机 删除里头遭到偷拍的照片 并跑到咖啡厅报警顺利抓人 而听到图书馆里有偷拍之狼出没 也让不少来看书的女学生相当担心 上厕所会不会觉得有点恐怕的 对啊 发被偷拍就会了 被害人可能也是一直心急 为了保护他自己的隐私 所以他就心急之下 就把他删掉了 我们警方也到达现场立即逮捕宣律人 嫌犯的坦刑 还有偷拍的行为 警方将这名理性男子 以防害秘密罪嫌将他移送 并提醒女性朋友 如果发现被偷拍 第一时间还是得先保护自身安危 寻求他人协助再报警抓人 免得惹怒了嫌疑人 而让自己陷入更危险的情境当中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